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一个上面这一段做出来了 我们也把下面的这个链条就是这个也剪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我们要放我们的扣还有延长链 首先那延长链呢 我觉得最好的尺寸是4cm 你买的延长链一定没有4cm 一定是5cm的 所以你就要把前面的1cm剪掉 就是大概是4个啦 4个圈剪掉 我们就剪掉这个 所以我们拿这个就大概是4cm左右 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这个扁头的镊子 这个一定要用扁头镊子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开口圈 我们打开就是刚才的方式 前后推把它推开 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先连接这个上面这一段先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扣进去 再把这个链条扣进去 扣了进去 我们还必须要连接这一个 这个扣子叫做龙虾扣 我们就把它也扣进去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收口推进来 我们一定要收紧哦 我们一定要关紧哦 不然你的那个链条会掉出来 所以我们前一段就做好啦 我们现在来到后面那一段 后面那一段我们一定要连接这个延长链 我们就拿我们的这个开口圈 这个开口圈是5mm的开口圈 就是mm越大它的圈就越大 所以如果你的手链是很细的话呢 我觉得5mm的开口 4 5mm的开口圈都已经是够了 这样子 穿进去 再把你延长链 延长链这一边是尾巴 这个是头 所以我们要把头这边穿进去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关门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关门 所以我们这一款难度中等的锁链就完成啦 所以有几点你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当你在做扭转的时候 比如说这一个我在做扭转的时候 然后我有这多余的这个铁丝我必须要剪掉 你要确保你旁边是没有小孩哦 因为它一剪它这个铁丝会飞出去 可能会弹到小孩的眼睛 所以你一定要确保是安全的就是旁边没有小孩 然后呢你收口一定要收好 要不然的话它真的会刮到你的手的 就是刮到你的皮肤的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两点啦 所以我们的手链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